影片都在云端上面 所以如果假设你前面的部分有一些 还是有有点不太清楚的话 我是建议 可能还是回去复习一下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这样满花时间的 短时间你要马上速成其实不太容易 除非说你本来就有一个基础啦 本来你对于那个 像Parch网络资料啊或者是网页的那个HTML 或者像CSS 甚至是JRSP 或者你以前有写过网页啦 不然的话我看 很多同学应该会觉得这实在是蛮难的 但是其实重点基本上就是大概组织这几个啦 第一个的话就是把它原始码抓下来 OK原始码怎么抓下来 第二个原始码抓下来里面会有很多标签跟类别 还有ID 那接下来你就要把它解析 把你用的资料取出来就对了 所以其实可以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把资料 原始码抓下来 那方法当然我们 主要是用了一个物件叫XMLHDVP啦 有没有 然后把原始码抓下来 那当然如果你假设不用那个 XMLHDVP物件的话 其实另外也可以用IE浏览器喔 上次有点提到喔 你可以改用什么 用IE物件喔 那所谓的IE物件是说什么 把那个浏览器喔 它现在改名叫Edge啦 不过其实是同样的东西 我试过其实没什么没什么问题喔 那也就说呢 只要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 IE浏览器喔 把它 放到PVA里面呼叫 所以喔你会发现怎么样呼叫它 前面有个语法呢 一个方法叫create option 意思就是说以后如果你要 用外部的一些功能喔 其实可以用create option 然后呢把什么呢 把IE物件它全称叫 Internet Explorer Application 你可以把它叫进来 那也就是说呢你可以叫进来之后呢 你就得控制它 然后对一个网址给它 取得它里面的原始码 这样的话呢一样可以取得 我们那样的资料啦 那什么时候用个IE物件 其实有些网站 它就是会反爬虫 就是那如果你用这个啦 这个XMLHD物件的话 那 有可能会抓不到 资料喔 OK我遇过还蛮多的 很奇妙耶 明明正常流程 奇怪 就是抓不到原始码 这个时候的话呢那你就想 如果它 它反爬虫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用IE物件喔 你路上应该 就是可以把 原始码还是可以抓下来 OK 所以上个礼拜的话呢基本上 我们有几个重点 第1个就是把那个什么 TQC Plus的那个 官网上面的资料把它抓下来 这个部分的话呢在我们那个 云端上面 其实 我们的这个云端白板上面 的第5个单元 这边啊其实 资料蛮详细的啦 那主要就是说呢 我们如何取得那个 像TQC Plus上面的这些资料啦 OK 其实细节这边都有啦 那甚至原始码 其实这边 也都有啦 所以你会发现喔 上礼拜第1段 特别注意喔 这个部分喔 爬取TQC Plus 但是证照01 其实是 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 XML TV物件 有没有 其实关键就是这个喔 然后呢 他把也是要用 CreateObject 把它变成一个 物件名称 叫 XML 他就可以开启 那个网址 所以把网址丢给他 然后send之后的话呢 那server就收到之后 他会用一个 Response test 把那个什么 原始码 传回来给你 那我们是把它先丢到哪里呢 丢到 这个出生歌 A1里面 你会看到原始码了 OK所以这个是 第1个step 第2个step的话呢 就是呢 你要去 分析说 这个网址 里面呢到底哪一些是我们要的 所以还记得吧 上面的重点就是 你可能会习惯 如何去解析它 那解析之前一定要熟悉按滑指右键 比如这个的话检查一下 它的类别 或者是说用它的标签 如果标签是DIV它是比较 比较多的 那你可以找class 所以可以用什么 有个方法叫什么 GetElements ClassName 我把那个名称 先去找一下 好像记得有71个吧 那底下这个的话 中文名称按右键 检查一下 这个的话叫做H4 再找一个H4 再找small 基本上就可以把 我们要的资料 全部爬下来 并且 把它列表 列表在哪里呢 列表在这边 123 大家记得吧 第1个step是抓原始码 这个是抓原始码 我们人之码就讲这样 第2个的话是把资料爬下来 那先爬第1轮 那我是建议 如果你假设不熟悉的话 可以渐进的 先抓一个 再抓两个三个 全部爬下来 然后 上个礼拜还有什么 把它改成用IE物件 IE物件的话 也就是说 前面那一段程式 抓原始码部分 就 只有那个部分改而已 其他地方没改 那改的部分 我在云端上 有提供一个范本 那个范本你们可能找一下应该都有 其实是 把 刚刚的那个几行程式 改一下而已 其他地方没改 OK 底下的部分 解析的部分都一样 只有 爬失料部分不同 这个我记得好像在 余端上面 这边的哪个地方 第8月还是第几月 我记得 底下这边 敢用IE 范本这边 就这里 应该是第8月 对不对 OK 这几行而已 其他地方没动 这样的乱端 其实 就可以很顺利的很快的可以把 爬取网路资料 改成用IE物件 而且IE物件 简单来看 基本上一样用 QR 就是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 就是物件 物件的名称我们取作叫IE好了 那也就是说本来这个浏览器 它在外部 那我希望呢 它能够拿到VBA里面被我使用的话 其实在 VBA里面有个很很很棒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用QR 整来 在Excel里面没办法做浏览器的 那你可以用QR 你就可以产生一个浏览器 然后呢让它可以什么 Navigate 浏览 就是把它 指向那个 那个网址 那因为那个网址要载资料嘛 所以让它等一下 Wait 等起码 等大概三秒钟好 OK 最后再把那个IE里面的那个Document Document就是原始码 把它原始码 放 抓过来的意思 OK 那有原始码之后的话呢 自然你就可以利用什么 Get the element by class name 去抓你要的资料 其实大概流程是这样 所以如果假设 一下子这个程式单 不是要叫你背下来啦 或者你可以把它当范本吧 以后啊 如果运到律师都一起 你要先知道流程 然后呢把原始码抓下来之后 再解析你要的资料在哪里 然后逐一逐一地把它装下来 其实就可以完成你要的东西啦 OK大概是这样了 所以用来用去啊程式就这几行 我是建议啊如果你假设 最好是就是把它当分本算了 这样会比较容易一些些 好那一样啊 所以把它把资料抓下来 结果应该看到是一样的 所以creology其实蛮好用的 也就是说以色列本身本来没有的功能 你都可以透过creology去扩充啦 所以其实creology这个方法基本上就是扩充啦 那你说老师那如果我想 比如以色列本来不能寄email 那如果想要寄email的话 对不对 当然 本来是不行的 可是如果你要让它可以的话 有个方法 就是你去找一个 那个office里面哪一个城市可以寄信 对outlook 对outlook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create 后面加上outlook.application 有没有 你可以 去做一些寄信的动作 好不过前提是outlook你要先设定好了 OK 其他还有比如说像你要做一些文书处理好了 比如说Excel比较是属于四传表 是表格 但是如果你要做文书处理 好像word比较强 你其实也可以word application 那word本身呢也有VBA 你也可以就呼叫 然后呢 使用word处理完的结果 把它丢回来 对不对 也可以啊 是OK的 所以这个延伸性还蛮大 那也就是说VBA里面 你看到create object 其实就是 百万一是应该就是 属于所谓的 什么扩充或者是外挂 把一些外部的 物件外部的功能 把它延伸到我们VBA里面 也可以做 OK 所以以后看到create object 你就不要觉得很奇怪 前面这个就是另外一个 物件名称 记得那个语法一定要用set set后面一定是接一个物件 物件的一个变数名称 这个名称是自己取的 不接的也要叫IE 你可以叫 反正上面叫什么 下面就要一样就OK了 所以像我们里派第1个这个 第2个的话 About us 这个我们后来 改抓那个tpc 上面的东西 那再来就是抓它的link 这个我想 回去 最好是 自己花一点时间 把它练习一下 再来的话 我们就是在做两个 比较 这个 更进阶的练习 就是去抓什么 抓那个Yahoo 上面的那个新闻 有没有包含就是它的标题 跟它的超连接 所以本来这资料 本来没有 然后按下一个下载Yahoo 的那个什么 这就出来 这最新的 马上就爬下来 其实时间好像还蛮快的 有没有 所以 一秒 不到 自动把 现在最新的 标题 跟超连接 直接抓下来 OK 这个是Yahoo新闻 那至于Yahoo新闻怎么抓 其实 应该有印象 反正第1个我们还是用那个XML MVV 之前的这一段 所以这一段其实还蛮固定的 就是 先把那个 就是 原始码 Respontest先抓下来 再去分析它 那因为我们分析的结果 它的标题基本上都是有class 所以我们用className 然后把它它的class很长一串 贴过来 贴过来之后的话 把它的那个 这个 所有的class名称里面的资料 统统抓到 那如果要抓叉连结的话呢 就抓什么 点HREF的储信 这样都OK的 分析放在A栏 B栏 这样 有没有很快就可以把 资料给抓下来 所以 一样两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上面这里 有没有记得 反正以后你慢慢习惯 上面这一段 就是抓原始码 放哪里 放这个地方 底下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通过它 里面的方法 如果你是class名称的话 就是getElements byclassName 如果你是标签名称的话呢 就是by TechName 两个啦 这两个应该最重要 第三个 好像比较少用 用ID也可以啦 ID好像 看了一下原始码 好像有ID的 好像比较少一些 不过如果未来 你遇到你可以 试着把它 用用看 其他的话就是要 它里面的资料就Innertest 如果里面的超延结 就是.href 它的属性 这个前面我们都讲过啦 所以如果假设你那些细节不太清楚的话 可以再把前面的复习一下 这哪一个话就是那个IE的 甚至上面这一段你可以把它改成 用IE嘛 所以其实这一段好像我们上一段有练习 就是把它改成第八页的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 上面这些 全部 delete掉 直接就改成什么 改成底下这个 所以其实下面这一段是拿上面这一段 来改的 那只是说呢把上面的原始码 把它贴上来 只有贴这 四个部分 的范本 它就会透过什么 通过IE去抓到 原始码 OK然后一样做解析啦 不过用IE的缺点 第一个啦当然它的速度比较慢 第二个的话呢它比较吃记忆体 因为其实它整个把流占器 要载到记忆体 其实蛮花时间的 而且吃记忆体 OK所以当然没有必要啦 可能还是用上面的那个这个 XML这个 HTV这个物件好像比较OK一点点 所以 这个是上个礼拜 做的部分 另外的话我们也抓什么et the day 还记得吧 所以et the day 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et the day里面它没有 X名称 所以呢我们就把像 这个et the day的部分 还记得吧我们好像记得是 这个地方底下et the day部分的话 我们是抓它的什么 抓它 对我是分两阶段抓 第一阶段的话呢是抓它的那个 它的DIV 某个DIV有没有 因为它没有X OK 所以如果没有X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先抓到某一个DIV 再抓到这个DIV里面的超连结 这样的话 可能会比较 没有问题啦OK 就像礼拜这个地方我们是先抓这个啦 所以我们是 这样先把它连到 et the day的网站 OK 那假设说呢 让它广告 我假设是要 抓的是什么呢 抓的是这个六门新闻这些好了 那你可以怎么办 按法里右键 检查一下 检查之后的话呢你会发现 它这个没有class 它 所以这个是H3嘛 那你可以再上上一个 DIV 这个DIV的class 那这个就是这个一小块 我们是上面这一块 所以我记得好像我是用这个吧 这个class名称 先抓这个class 这个DIV 把这个DIV呢 这一整块 先抓下来 所以我其实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是抓这个class的名称 就把这个区块有点像 我原始码很多嘛 那我不要全部抓 我先抓这一块 抓到这一块之后的话呢 我再找里面我要的超连结 再把超连结的名称 跟它的 超连结抓到 你这样就OK 第一个 记得是用这个吧 或者你用上面的名称 好像 这个名称就不行了 这个是上面的 应该是这个 所以我拿这个名称把它贴到这里来 这个是这个 还记得吧 这个名称 复制贴过来 然后找它里面所有的A OK 所以上面是byclass name 下面是by take name 然后分别的取得什么 取得它的 这个标题跟它的超连结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我一定要把它先清掉一下 我重抓一下好了 目前今天的新闻是 什么 快讯 震撼弹 什么 然后爸妈领钱 政府发六千块 有吗 是去年 是吗 九个小时前的 为什么这个爸妈可以领 小孩不能领 等一下看一下 OK所以 这个跑一下 所以就把资料抓一下 应该没错了 就这个 快讯 然后爸妈 没错了 所以这两个 那底下应该都OK 然后这底下应该什么 冷气 冷空气 好像里面要来了 周日南下 所以礼拜天 比较冷的 不知道会不会下雪 OK 好啦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把资料给抓下来 底下都一样嘛 其实就是里面的资料 Innertest 跟它的 HREF 这个HREF 对 浮犯逼冷嘛 所以这个 放在这边 那当然呢 之前好像上线同学马上问说 老师那我有个需求 因为我习惯就是说 将来呢 我会 想要点它 它能够跳到那个网页 不然它现在好像没办法点 现在是随便你按右键 超延结 然后呢 在这边把那个超延结 这个名称 它的显示名称 跟底下这边要把它加上 它的超延结 把它网址放到它的网址的位置 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它才会超延结 那你想说老师 那我怎么把这些全部都变成 有超延结的状态 你说难不成要一个一个慢慢来吗 难不成还要一个一个把它复制 然后一个一个把它贴上 然后按确定两个 三个四个五个 如果一堆超延结 那岂不是要做很久吗 所以你们可以想想看 虽然复习一下 如果假设上个礼拜的东西 我希望能够让它自动 除了下载资料之外 也可以自己帮我完成 设定超延结的这个动作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 OK 而且你不会写没关系 对啊用录的嘛 开发人员就录制 你把刚刚的动作录一下 你大概就会有答案了 给试一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